大家好 现在呢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 是加拿大华人同乡会联合总会的会长 韩家梁先生 那么韩先生我知道呢 这次这个汽车游行反亚裔 反亚裔骑士这个活动呢 是由您这个主要发起的 那您跟我们讲一讲 当时您发起这个特殊形式的 这种汽车游行的初衷是什么 那个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呢 加拿大呢这个对亚裔的歧视 这个和仇恨呢 就是甚嚣尘上 这个对亚裔的这个犯罪的案件呢 也有大概完全统计大概有600多件 所以最近呢 在美国亚特兰大又发生这样的事件 在美国其他城市呢 也发生了很多这样的事件 我们就觉得是我们亚裔呢 包括我们华人 必须站起来发出我们的呼求 让政府让老百姓 让我们压抑自己人 都要明白 我们在这里是被歧视的一代 我们不再做二等公民 我们必须是在这是平等的 因为加拿大呢 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是包容热爱自由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让 无论是政府 还是其他族裔的 还是我们华人 都要清醒的认识 我们必须站起来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的后代 发出这样的呼喊 那么这个我们 我们可以站起来 来发出我们的诉求 那对于这个活动 您希望政府能够 能够在政府这里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对 我们会与政府呢 真的是 必须 我们会会与政府呢 能够在这方面有立法 也普及教育 让更多人知道 种族歧视和仇恨 在这个国家 是没有土壤的 是不可以的 是不能容忍的 希望我们希望他们 能够有些立法 和一些教育 来达到这个目的 那今天的这个汽车游行 大概有多少人参与 大概是什么样的规模呢 OK 我们通过警察局 和省政府呢 我们都申请了permit 我们最后拿到了 200辆车的permit 就在Quindle Park的周围 我们有一个汽车的游行 参与的人大概有多少 一辆车上 一辆车上平均 三个到四个吧 那所以这个大概就600到800人的 这个 对 差不多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还有人在不断的报名 但是呢 我们 因为这个permit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不能再加任何人了 所以 人很多 非常非常多 我只能说 我们的活动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看大家都已经准装单发 已经上车做要准备了 那好 韩博士 那么我们就希望这次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 好 OK